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我是公子沈 马上就要美国大选了 在10月5号当晚,在开票的时候,我会做一场直播 希望大家届时收看,别忘了先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点击订阅旁边的小铃铛,可以有更新的提醒 10月5号我们直播见 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川普作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再次发话 提到跟中国的关系 甚至说一旦美国和中国开战的话 将会把中国打得屁滚尿流 他提到了最近有一份美国智库的报告 说中美开战,美国打不赢 他说这个报告最诚愚蠢 这个报告来自于美国纽约的布鲁金斯学会 川普说不应该发表这样的报告 而且这也不是真实的 我们会狠狠地教训中国一顿 他指的是如果跟中国真的兵戎相见的话 其实他讲这个话都是一种威慑力 而对于任何的流氓政权来讲 你跟他做下谈判,你永远会吃亏 他永远会利用你想跟他做下来谈判 缓和关系的这种意愿 去占你的便宜 然后一步一步得寸进尺 所以说川普有一百个不是 但是他有一点做对了 就是他在台上的时候对金正恩也好 对中国也好 包括对俄罗斯 特别是对伊朗 都是非常强烈的姿态 而且他不只是嘴上在威慑你 他甚至还动手 包括击杀苏联曼尼 然后跟中国开打贸易战 对中国强加关税 开启了美国对中国的全面科技封锁 他这种做法最适合的就是对付美国的敌人 而过去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的路线就是绥静 绥静到最后什么结果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因为认为美国会绥静 不敢直接介入 欧洲更是软弱不堪 甚至依靠俄罗斯的能源 他就会有这样的误判 拜登上来之后 俄乌战争爆发了 尾巴冲突爆发了 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惑也在不断加强中 所以这次从川普的讲话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对美国的威胁是丝毫不会手软 所以他之前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他说只要他执政 习近平不敢打台湾 为什么 他说因为习近平知道 I'm crazy 我是很疯狂的 我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而他在执政时候选择的很多人 几乎都是硬派 特别是处理国家安全层面的 对中国的 像蓬佩奥 余茂春 博明 我不想他用左派右派这种说法 给大家提标签 我只是看实际的效果 看这些人对共产党的政权的本质 是不是有深刻的了解 和应对的办法 当然我认为拜登政府执政时期 也是中规中矩 没有出态度的差错 所以说哈里斯当选 我也不会介意 川普如果当选的话 同样我也很放心 而且就在两天前 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 针对中国半导体和微电子 量子技术 以及人工智能领率的 投资限制规定 禁止美国投资者 帮助中国开发先进的军事技术 财政部还要建立 全球交易办公室 来监督这次的新规 这三项受限制的技术 基本上都是 可以应用于军事上面 也就是说 未来没有任何的美国企业 或者美国个人可以去中国投资在这些领域 马上就要选举的时候 拜登政府推出这个对中国进一步的科技制裁 想要证明自己不会对中国放松警惕 而就在这个时候 路透社还爆出一条猛料 说在拜登和习近平最后一次当面会晤的时候 习近平要求拜登修改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独立方面的使用的措辞 结果遭到了美方的拒绝 这是在去年11月 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 习近平希望美国政府的官方声明当中改变一下说法 当时拜登说的是不支持台湾的独立 然后中国方面说 你应该改成反对台湾独立 但是最后被美国拒绝 而且据美国之音报道 就在双方会晤之前 王毅访问美国 王毅在接洽的时候 也同样提出了这个要求 美国的立场非常清楚 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你要要求他们说反对独立 那么他们同时也会说 那必须让我也反对统一 对吧 因为统一跟独立都是改变现状 所以说中国没有得逞 美国不会在台湾主权问题上 占有自己的立场 换句话说是美国政府至今为止 仍然保持战略模糊的政策 如果你让美国说反对独立的话 那就变成了战略清晰了 而且这个清晰反而是对中国有利的 因为台湾的状态只有两种可能性 要不然是独立 要不然是统一 它不可能有第三种 美国如果公开反对独立的话 那就等于是支持统一了 这是美国绝对不会干的事情 而且就在上星期 拜登政府还一口气批准了 向台湾交付三套先进的地对空飞弹系统 中国继续只是强烈谴责 继续用打嘴炮的方式去反对 当然美国选民都有自己关注的焦点 有人可能会关注物价 有人关注能源 有人关注环境保护 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 那当然我关注的是如何的对抗 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 那在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哈里斯和拜登 我认为都能够及格 甚至川普可能他的策略更有效果 那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我在大选之后 还会跟大家做详细的解读 当然也会采访一些专家学者 那么我看到最新的消息 中共方面 他们到底倾向于谁呢 国台办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记录到了美国大选当中 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那么台湾随时可能 从棋子变成棋子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来解读一下 国台办为什么会说这种话 他用这种说法 似乎是在吓唬台湾人 中国讲的话一定要反着看 而很明显他现在讲的话 是他们支持川普 那么也就说明 他们内心害怕川普执政 他们担忧川普执政 希望台湾也一起反对川普 所以他们才会讲 川普会放弃台湾 不管川普嘴上怎么讲的 关键在于 他过去执政四年 也没有放弃台湾 而且他之前所讲的 让台湾交保护费这件事情 我跟大家做了解读 我说这也是件好事 说明他愿意承诺保护台湾 否则话 他为什么要让台湾交保护费呢 最近我看到在台湾的石板明夫 在接受周一扣专访的时候 也讲到的这个观点 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而且他举了一个例子 我觉得也很生动 就是说像你买汽车的保险费一样 你没有买保险费 你不敢上路 甚至上路是犯法的 对吧 但是这时候保险公司告诉你说 你赶快交保险费 那你当然开心了 你交了保险费 你不就可以踏踏实实的 开车上路了吗 所以川普要台湾 赶快给我交保护费的意思就是 我会保护你 很多人说 那川普讲这话靠不靠谱 我给你钱了 你如果不保护我 会不会出卖我 而这正好是中国 现在不断在制造的一种恐慌 很明显 你跟川普签的协议 不是跟川普本人签 不是跟川普集团签 你是跟美国政府签 甚至是国会进行批准的 在这种情况下 国会有监督 有制衡 然后换了任何一个总统 都是代表美国政府的 都要遵守这个协议 所以这不是川普的问题 这是台湾能不能正式的 和美国签署任何的协议 能够正式的 获得美国的保护责 当把这个事情 确定下来之后 就说明 美国正式放弃了 战略模糊政策 把对台湾的保护清晰化 而对台湾保护 全面清晰化 这件事情本身 就是对中共政权 最大的威慑 这才能够保证台湾的安全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对台动物 就等于是跟美国直接开战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所以我们看到了 国台办这种有迷惑性 和欺骗性的说法 就知道 他们其实在担忧 川普会上台 但是如果你相信了 国台办的说法 甚至不断在传播 国台办的这种宣传 那你就上当受骗了 甚至成为了 大外宣的传声筒 当然有没有台湾 值得担忧的地方 也不是没有 比方说 在去年的时候 就曾经有专家 做了一份调查 这是由新加坡国立大学 和上海纽约大学的专家 做的一个民意调查 发表在当代中国期刊 在这个调查当中 有55%的中国大陆民众 都支持 对台湾发动战争 以实现所谓的统一 只有33%的人 反对武统 而不一定非要统一这一项里边 只有22%人表示接受 所以说支持统一的 占88%的比例 然后这88%的比例当中 有55%居然都是支持动武的 支持发动战争的 当然你要追加一句 你愿不愿意签名上战场 付出自己的生命 估计这55% 立刻减到5%了 但是你既然问他 他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那当然就说了愿意 所以说大家听到统一这个说法 就认为这就是 正确的 这就是真理 这就是必须的 其实我们可以用心理学来解释这种现象 就是当你无法拥有 或者得不到的时候 你可以给人们去灌输一种理念 就是你可以得到 或者你可以拥有 这个时候 人们就可以产生某种满足感 这是为什么我们从小讲 台湾是宝岛 是祖国的一部分 然后介绍台湾的一些风土人情 虽然都是浅尝者止 但是让你从小就有一种拥有感 让你觉得这就是我的 虽然并不是真实的所拥有 习近平也去不了台湾 也派不了市委书记 省委书记到台湾 但是他就一定要说这是我们的一个省 在心底种下了一个种子 那么人们就彻彻底底的相信他了 相信这就是我们的 而每次的现实的冲击 都会打破他们的长期建立起的这种拥有感 比方说各国的军舰 频繁在台海穿梭 向全世界展示 这是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 不是你中国的内海 每次中国政府都要站出来 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因为这个会打破很多人的拥有感 我们看就算今年 就多少艘军舰来到台海 从1月24号美军军舰到 后来4月份英国的 然后5月底土耳其的海军 这个表格当中还少写一个5月31号 荷兰皇家海军的巡防舰 6月7号法国 7月31号加拿大 然后美国 德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还有美国 加拿大 法国 每个月都有一次至两次各国军舰 穿梭台海 当然中国也紧急出动自己的军舰 进行所谓监控 这些军舰到来 不就是证明这些国家不承认 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吗 如果真的承认的话 不可能自由船尾 这些做法 让中共封锁台湾 成为痴心妄想 所以现在处于极为被动状态的 是中共政权本身 它越来越难以说服大家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为它的所有的口头上的表述 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站不住脚的 但是你说它用武力方式去统一 虽然有这么多中国人支持 但真的它发动战争 进行社会动员的时候 它又会遇到麻烦 因为那些人嘴上说的好听 一定是拒绝 让自己去当这个炮灰 你想绝大部分人是独生子女 怎么可能去心甘情愿的当炮灰 特别是那些富豪子女 权贵子女 都在国外留学 享受着资本主义生活 然后让他们去送死 只有傻子才愿意干 那傻子能有什么战斗力呢 所以说这次的美国大选 我相信 未来一定会对中共政权 产生更大的冲击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共政权是 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未来也不可能有任何的机会 统治台湾 换句话说是台湾一定会保持 它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中共政权的统治之外 这是台湾人民的自由和权利 也是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的 共同期望 而不管美国是谁执政 都不会突破自己所设定的底线 就是维持现在台湾独立的状态 对此我是坚信不疑的 除非有一种情况 就是台湾人自己愿意和中国同一 或者选出了愿意投降 愿意卑躬屈膝 愿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一部分的政府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时评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也欢迎加入会员 收看欢迎专属的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这个频道